对不对?不能二元也不能二贱,什么叫二贱? 对、错、好、坏、没、仇都是对、对于。 佛家讲的都是意义。 你去看看佛学的东西,好多的人信得很沉, 但是人际关系做不好,那是很怪一件事情。 是不是很怪? 对啊,很怪。 我以前告诉你,我马上一下来骂小老婆, 骂了,那好脏啊,very dirty。 但是等下骂完了,他就,我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 这个人看了,所以我以后就不信佛教,就是受他影响。 最后那个人老了不能动的时候,那小老婆,伺候他。 小老婆是非常漂亮的,比他那个老太婆还要比较。 他那个是佛教,你信的是佛学? 我,我不是,我以前看的就这样。 就这样啊,讲的都是菩萨拜,坏事作绝,对不对? 因为,昨天我还听这个消息。 某某人一到庙办,答应的事情没有实现,所以他跑路。 我不要只拿一个,啊。 干什么,连神也好,你不管那神也好,国也好,你骗他干什么? 人都不能骗啊,能骗这个吗? 这基本道理,对不对? 说说看,当位的那几人都在骗。 每一个朝代都是愚民政策。 你不要听他讲的那么好,对不对? 又变到政治了。 所以啊,佛学是一个很广泛的学术。 不是光,是权术。 是修有,自作,平天相,都在里面。 对不对? 那我以前年纪轻啊,小啊,看他很成生气,你知道吧? 看到他来,我就跑掉了。 对不对? 那你念什么? 念来念去,不管你菩萨也好,神也好。 他那念诸,念了他,南无阿弥陀佛。 对不对? 念来念去,南无阿弥陀佛而已啊。 你真正的心情教他背,他也不一定会背。 我不信的,我可以心情背道的。 对不对? 对不对? 我看的版本,我就不懂。 大家都有点隔靴烧眼。 后来我就用静体重了关系。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把空讲得很清楚。 懂吗? 那你现在清楚呢? 好像清楚,好像不清楚。 懂吗? 你绝对不可能清楚。 不可得。 不可言。 对不对? 你说出来,你你的嘛,不是我的嘛。 对不对? 那我就知道有个东西在那边。 但是我没有办法表达你。 唯有一点,就做给你看。 对不对? 那个人,碰,一碰碰出去了。 诶,你奇怪,哪有人那么大道理? 对不对? 我也没有办法。 我们就是照他做。 那要有这个事情。 好,我们又要拉回来了。 既然不要二元二见的,对立的方式。 那我们用的思想,是不是要肯定? 非常肯定的哦。 要确信的,对不对? 过年我要教你看,非思量。 非思量就是说,很简单。 思量的意思,思量就是取舌。 取或舌,就是二分八分。 非思量就是没有取舌。 也不要取舌。 也不用思考哦。 这个东西可能吗? 不可能吗? 我讲的对不对吗? 对啊,不对。 统统不能有这个反应。 那叫非思量。 下面诸解。 回到本体。 好了,讲完了。